自从三菱系显卡正式发布以来 不少玩家都感叹老黄真的是杀红眼了 甚至连隔壁的苏妈也感受到了压力 自家RX6000系列还没有正式发售 就已经宣布降价50美元 用来对抗黄叔的三菱系列 并且会在月底正式公布 要不然今年AMD铁地没有好果子吃 但你们可别忘了 一刀客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 老黄这部还真是没有人比我更懂性能 呃 车眼了车眼了 目前三菱系中的三叉戟 RTX3090 3080和3070的性能 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曝光了 并且三菱系显卡在游戏方面的表现 甚至RTX3060 Super也已经被发现 那赶紧随着抄击课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吧 目前英伟达官方已经公布了 RTX3090在8K分辨率下的游戏测试数据 本次测试的平台为i9-9900K 外加32G双通道内存 游戏均在最高画质 并且开启光追模式下运行 首先不开启DLSS的情况下 以8K的分辨率运行Apex英雄彩虹练号火箭联盟 魔兽世界等游戏 就能达到60帧以上的帧率 而对配置有较高要求的控制 死亡搁浅 夺机总部新雪脉 这三款游戏在开启光追DLSS的情况下 分别达到了57帧 78帧和74帧的超高表现 要知道 8K以7680乘以4320分辨率运行 总像素可以达到3300万 也就是4K分辨率的4倍 1080P分辨率的16倍 不得不说RTX3090的BFGPU真不愧为老黄口中的野兽 另外英伟达还专门研发了DLSS超强性能模式 让其在8K分辨率运行游戏时表现更为出色 然后就是RTX3080的性能表现 从英伟达官方发布的RTX3080和RTX2080Ti 在动物永恒的对比视频中可以发现 在4K最高画质下的绝大部分场景 RTX3080均能达到120帧的高帧率 所以对比RTX2080Ti在同一场景下的平均帧率 也在80到90帧 RTX3080的CompuBench跑分也已被曝光 在游戏特效测试的渲染矩转测试中 RTX3080可以说是秒杀RTX2080 甚至在每项测试中都可以轻松击摆RTX2080Ti 比如在海洋表面模拟测试时 RTX3080的成绩为7768 比RTX2080整整高出了88% 在CompuBenchLocker细分5集基准中 RTX3080甚至比RTX2080Ti快了60% 这些数据也从侧面表明RTX3080的性能符合老黄的承诺 接下来是RTX3070在2K游戏下的性能测试 作为对比的有RTX2070和GTX1070两款显卡 游戏均在最高画质并且开启光追下运行 在五主GD3中RTX3070的平均帧率在80帧左右 而在《控制5的世界光追版》中RTX3070的帧率都超过了100帧 从结果也可以看出RTX3070相较于RTX2070 在2K分本率下大约有60%的性能提升 但这不对啊 此前老黄可是说RTX3070的性能可以媲美2080Ti 难不成说的是PPT性能 这个就要等发售去问老黄了 最后就是普通玩家最为期待的RTX3060系列 也有了最新的消息 根据此前爆料了30系准确规格的国主分享 RTX3060系列显卡预计在11月左右推出 并且包含了两个版本 其中一个版本就将采用GA104200GPU 拥有4864个CUDA核心 比RTX3070少了1024个 配备8G的GDDR6显存 国务行售价可能在3000元左右 总的来说 30系显卡加速基本已经全部亮相 除了老黄的公满显卡 国内玩家们最期待的还是各大厂商 在核心频率、散热规格 以及RGB灯效上疯狂堆料的非公满显卡 实的一提的是 索泰预告了自家非公满显卡RTX3080的核心频率 可以加速到1933MHz 而国外版卡大厂EVGA也表示 自家的RTX3090的加速频率可以达到2.1GHz 有望成为最快的非公满显卡 那么对于有钱的你 也会考虑出手哪一款非公满显卡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者弹幕留言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